大家好 歡迎收看螢幕八爪魚 關心疫情的朋友 相信你們每天都非常留意衛生局對疫情的更新 早前 卑斯省首席衛生官Bonnie Henry 公開跟她的髮型師說對不起 因為她每天都要見人 所以頭髮真的不剪不行 最後唯有自己剪 正當大家都為剪頭髮一個問題煩惱的時候 偏偏就有例外 我們馬上去看影片 偏偏這隻毛小孩就灑手零頭 如果你是短頭髮的話 lockdown了三個星期 相信你現在都很想聽到這些鏟髮聲 最近在網上看影片 除了可以看到這些很輕鬆的寵物笑片之外 最多的就一定是一些發放精能力 兼且還非常有愛的影片 新冠肺炎雖然令到大家要保持社交距離 香港有不少藝人非常關心 缺乏防疫物資的低收入家庭和長者 他們更加聯同不同的社福機構 加入義工行列 樂區派口罩和物資給街坊 天后鄭秀文也有參與其中 有些還出錢出力 親自撲口罩和消毒用品 幫助大家一起抗疫 施比秀更有福 好人好事陸續有來 我們本地有一班熱心人士 見到一班前線的醫護人員 非常努力地為病人提供最好的護理 他們這一份無私的心 就打動到一班熱心人士 發起為前線醫護人員 免費送餐一個前線活動 今天我們就邀請了發起人之一的Jason 來跟我們聊聊天 我想問一下Jason 為什麼你們當初會構思舉辦前線醫護人員 免費送餐一個活動呢? 對,眾所周知在我們疫情爆發以後呢 整個溫哥華還有加拿大的社會 無數的挑戰 因為我們所有的湯匙都被取消掉了 所以呢 我們一直在想 那除了做我們delivery 來 cover一些我們的成本之外呢 我們還能為社區做些什麼 而當VGH找到我們的時候呢 我覺得特別的榮幸 有機會可以幫助前線的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是最偉大的 他們讓我們聽說 因為他們在24小時的加班的過程中 一直缺乏一些食物 或者是有些醫生 他們可能沒有時間去準備食物 OK 我們中餐業能不能為他們提供一些便當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機會 這是我們力所能集所能做的事情 所以呢 當時我們馬上就給周圍做餐廳的一些朋友打電話 大家都一無反過的去加入到這個活動中來 雖然大家都面臨了很多很多的困難 但是呢大家都說 我們如果能在這樣的疫情當中 能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 對這些醫護人員有幫助的事情 是顯得特別的有意義 也特別的有價值 嗯 那這個活動又如何去進行的 因為它每天需要100分的餐食 甚至更多 讓一家餐廳去承擔 沒有任何餐廳可以在一天裡面 去做100分的餐食 後來我的想法就是找盡量多的餐廳 讓大家來分擔這個責任 這樣的話每個人都參與到這個活動中來 都表達了自己的愛心和善心 設計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把它設計成有40家餐廳 每兩家餐廳負責一天 每天每一家負責50份 那這樣的話我們加起來 一共是有2000份的餐食 可以提供20天 剛好是因為周末我們不需要送 所以剛好是一整個月 整個活動下來呢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而且非常的完整 真是一件好人好事啊 麻煩了Jason 那同時呢 我們也是邀請到VGH KUBC醫院基金會的Candace 上到來我們的節目的 Hello Candace Hi Manica 我知道了 基金會就成立了一個 COVID-19緊急支持基金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基金可以怎樣去幫助 和支持一班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呢 我首先很感謝大家 這麼熱心 這麼有愛心 個個都想支持我們前線的醫護人員 我在這裡想呼籲 大家最好的支持方法 其實是不留在家裡 當大家留在家裡 減少非必要的外出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社區再有感染 如果沒有社區感染 我們前線的醫護人員 就不用那麼辛苦 也不用怕有病床不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大家想支持前線醫護人員的話 請捐助各間醫院所成立的COVID-19應變基金 或者醫學研究基金 每一間醫院的基金會都有成立了 那市民想捐贈醫療物資 給前線醫護可以經過什麼的途徑 以及有沒有什麼規格和標準呢 大家如果想捐物資 來支持我們的前線醫護人員 如果你想捐的是特別指定 給溫哥華綜合醫院VGH的話 大家可以去到溫哥華原案衛生局的網站 VCH.ca 其中有Donation的網頁 就有表格和會是 懂得教你怎樣可以捐到物資給VGH 如果大家想捐物資給 除了醫院之外 除了VGH以外 其他的醫院 或者其他的醫療地方的話 大家請去SafecareBC這個網站 大家想捐的物資 就可以透過在那裡的網站填表 就會透過那個網站分發給全VCH.ca 不同的醫院 不同的醫療設施 例如老人院 療養院 都可以受惠 如果大家想支持COVID-19緊急支持基金 大家又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基金會所成立的COVID-19緊急支援基金 是設計到有最大的靈活性和彈性 讓醫院可以很靈活地去採用它 不論是買物資去支持我們前線的人員 還是用來處理前線和緊急的每日工作的人員 他們所需要的關於食物 或者他們需要託兒的服務 住宿的服務 無論他們前線人員有什麼需要 醫院都可以採用這個基金來幫助他們 除了有這個COVID-19緊急支援基金之外 我們同時都成立了一個COVID-19醫學研究基金 這個基金就是準備給醫院的所有醫學研究人員 可以用它來支持他們想做的醫學研究 來找更好的治療方法 甚至發展疫苗 這些都是有賴大家支持他們 所以除了支援基金之外 也可以考慮支持我們的醫學研究基金 謝謝Candice 其實除了捐款之外 大家留在家裡 都會對一班前線的醫護人員 非常大的支持 更何況現在所有的餐廳都沒得堂食 留多了時間在家裡煮飯仔 個個都像廚神上身一樣 就連網上都興起一個新的hashtag 叫做Corona Kitchen 所以今天的擁抱生活 我們有Suki教大家 怎樣去做一杯非常美美的飲品 相信大家這段時間都多了很多時間留在家 其實留在家那麼悶可以做些什麼 譬如說如果很喜歡喝奶茶的朋友 留在家裡 沒得喝奶茶那怎麼辦呢 不用怕 今天Suki就會教大家 怎樣在家裡都可以輕易做出一杯 好好味的奶茶 不單是好好味 還可以做出一杯非常之美 又夢幻佔塵顏色的一杯奶茶 說的是蝶豆花奶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其實什麼是蝶豆花呢 這杯很美的紫色蝶豆花茶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它是一種天然的藍色花茶 那為什麼它會有這個天然的藍色呢 就是因為這個茶裡 含有藍莓所有的這個花青素 那這個花青素 就對身體有很多健康的好處 那包括它有一個抗氧性 那所以是可以令到大家的眼睛更加好 又可以抗疲勞 而且令到我的皮膚又更加好 哇 喝一杯奶茶都可以有這麼多好處呢 是不是非常之難得呢 那其實自己就好注重健康的嘛 那所以呢 那喝奶茶除了要好吃呢 我自己都非常之有要求的 所以除了採用這個新鮮的蝶豆花茶呢 我亦都會選擇採用新鮮的八爪茶 那除了新鮮的八爪茶呢 亦都有鮮奶 所有東西都是用新鮮的材料製造的 首先呢 和大家示範一下先啦 那其實我這裡的這個 這個八爪茶呢 就已經是混合了一些糖在裡面了 那究竟要加多少的糖呢 就是果糖呢 就要大家可以適量去行度 看看自己喜歡喝多甜 那已經混合了一杯茶在這裡了 那首先呢 我就會把這杯八爪茶變成底層 那底層當然要首先倒進杯裡 那我就用了一個很可愛的奶瓶 那其實用奶瓶的一個原意呢 其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記住一個默忘初心的概念 是提醒大家呢 就算無論走得多遠呢 就不要忘記自己的初心 一個fresh beginning的一個 這麼可愛的奶瓶 就用來做了今天的一個 container 選擇性 那我們呢 首先呢 就把八爪茶倒進這個 這麼可愛的奶瓶裡面先啦 其實呢 其實碟豆花茶本身呢 就沒有什麼味道的 它只不過呢 帶給身體很多健康好處 還有非常之美 所以其實每一杯奶茶呢 你都是有一個味道 所以今天倒了八爪茶呢 其實呢 這杯奶茶就會變成八爪奶茶了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倒第二層了 就是鮮奶 那現在呢 我就選用了Homo Milk 那其實呢 就因為呢 它的奶香味會更加濃郁一點 我們現在 就是搶最後一層 藍色的碟豆花茶了 那其實碟豆花呢 你見到啦 因為我這次呢 選用了比較濃縮的碟豆花 那所以呢 它的顏色呢 就是深藍色 但是如果大家想夢幻一點 淺藍的話呢 你混碟豆花茶的時候呢 就可以 放少一點碟豆花 那下去呢 多一點水呢 那這個顏色呢 就會Baby Blue一點的了 那呢 你給我看看 這個呢 就是一個佔層的八爪 疊豆花奶茶了 分別呢 有疊豆花茶 鮮奶 和八爪茶 那當然啦 不可以直接喝的 大家在喝之前呢 記得要搖勻先喝 而且呢 送一個小提示給你 就是如果你想要有這個佔層的效果的話 最重要呢 就是裡面一定要放冰 因為冰才是佔層的關鍵 所以如果大家是希望喝熱飲的話呢 可能就未必做到一個這麼漂亮的效果 就可能它的層不會分得這麼明顯 所以如果大家想美一點的話呢 可能就要喝冰飲啦 Suki除了今天教大家整夜飲料之外 還會和大家分享一些 和藝術有關的資訊 立即將時間交給Suki 今天呢 很高興可以請到 Art Vancouver的Skyla 和Lisa來到的節目當中 那首先呢 我想問一下Lisa 當初呢 你為什麼會有成立 Art Vancouver的這個概念呢 Well there was no art fair in Vancouver and art fairs were growing around the world so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time to start when in Vancouver people have a chance to come to the convention center to see art from around the world so it really is a great platform to give artists exposure 其實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 你們的展覽被迫要延期 那其實對你來說 有什麼影響呢 Well we have to reschedule everything it took a while for the convention center to plan all the other events and move things around and we had to contact all of our suppliers and people that set up the show and all the exhibitors to see who can actually make the new dates so so far it's pretty good most of the people can still come and all the suppliers can work at that time and the show will be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Skyla 除了這個藝術展之外 全年還有其他的活動呢 so anybody within the Vancouver community is more than welcome to join all of our events we have some smaller events throughout the year that includes our art talk so there's artists or or even people say in accounting just to learn how to become an artist in the real world and make it work for you we have art masters so again the live painting competition throughout the event so anybody can come and join youth, adults, experienced, inexperienced whatever it is it's a place for the art community to get together the art ignites will be again like workshops and classes but for youth specifically so if anybody's kids want to get involved or a school that you know it's a great way to learn more about art 如果觀眾朋友對你們的工作感興趣的話 應該怎樣去聯絡你們呢 they can look at our website artvancouver.net and they can contact us through the website 謝謝Suki 我們今天就介紹了 Art Vancouver這個藝術機構 我知道多倫多的Cynthia 也有一些關於藝術的活動 和大家分享 沒錯Manica 因為我們會一起跟花藝老師學習花 之後還會和2017年 多倫多華裔小姐冠軍 蔡婉婷一起聊聊天 看看她在抗疫期間在家裏做些什麼 廣告之後 我們繼續螢幕八爪魚 家居抗疫與你同行 今個星期就有我的好朋友 2017年多倫多華裔小姐冠軍 蔡婉婷 和大家分享她的抗疫生活 作為華者代表 Tiffany不單止美貌與智慧並重 她還出得廳堂入得廚房 Hello 大家好 我是蔡婉婷 Tiffany在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影響下 大家多了留在家吃飯 所以今天我就教大家煮一個 健康又好吃的螺旱齋 那材料有些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準備了一些蘑菇 和木耳在這裡 那我就準備了一些腐皮 還有燜了一些冬菇 那腐皮呢 為什麼我要選這一隻呢 就是因為它是日本來的 因為它油炸 經過少一點油炸 所以我就覺得它健康一點 所以家人吃得健康一點 我就多數選它 好像賣廣告一樣 那好了 然後還有這個菜 粉絲 和我很喜歡吃的響鈴 而醬汁方面呢 我就用蠔油和 南乳的 那好了 究竟怎樣煮呢 事不宜遲 現在就教大家煮了 好 反正這個羅漢渣就煮好了 疫情之下大家沒東西做在家裡 都可以試一下 簡單又好吃 最近小朋友沒得上學 要留在家旁邊 難免有點苦悶 多倫多就有人製作了一本名為 The Big Alone 的兒童繪本 幫助解決小朋友的情緒問題 這本書現在大受歡迎 被翻譯成70多種語言 瀏覽以下網址 就可以免費下載 跟家裡的小朋友一起閱讀 排除苦悶的另一個辦法 當然就是逆流易學 停課不停學 跟著老師學習中式插花 一樣可以修心養成的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VV侯語威 今天我將教大家一個 現代中式花藝的小作品 今天需要的工具有 圖釘 刀 枝剪 花泥 需要的花材有 麥冬葉子 小蒼藍 以及少許的山茶花樹葉 第一步 切一個正方體的花泥 第二步 取麥冬葉子 去測量要剪多少 接下來將剩餘的 麥冬葉子 剪成和第一枝相同的長度 接著取圖釘 釘在麥冬葉子的兩側 重複以上動作 以上呢 只是做一個花器 作為一個插花的承接作用的 接下來我們開始插花 我們先做一個 三組織的一個傳統插花的一個步驟 還是同樣地選取 它的這個高和它這個寬 的1.5到2倍 選一個小角落插入 第二步呢 插入第二組織 是第一組織的 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 插入第三組織 是第二組織的 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高度 接下來 插入焦點花材 這樣一個非常小的 現代中式花藝的小作品就做好了 這個中式現代花藝的小作品呢 我們可以做上幾個不同的小的 去放在一起進行組合 非常適合親自一塊動手做 專家專講 任何問題都有專業人士幫幫忙 由於疫情原因 加拿大政府最近就更新了出入境政策 接下來我們一起連線 加拿大華人專業移民顧問協會會長 陸炳雄先生 和大家一起解讀一下 Hello Tony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想問一下你 疫情之下 加拿大政府有甚麼新的出入境政策呢 政府在3月18日宣布 在18日到今年的6月30日 所有入境的人 除非你是公民 或者是永久居民 否則你都不准進入加拿大境內 意味上差不多可以說是封關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段時間 如果有人想來探望你 或者想過來玩 那就不可能進入加拿大國境了 今次疫情 對於未登陸的新移民 以及境內臨時身份就到期的人 會有甚麼影響呢 在境內內 所有登陸都是暫時證頓 或者通過電話登陸的 另外所有公民的考試 都是延期或者取消的 另外一方面來說 如果你是想將會登陸的話 或者你的登陸的移民址 就到期的時候 你可以申請延期 一般來說 未登陸之前的移民址 是不可以延期的 但是在這個特殊情況之下 移民局是容許你延期 有些人是簽訂快到期 或者已經甚至已經告了期 但是因為受疫情影響 簽證已經告期了 移民局是體諒這個情況 意思是如果你簽證未到期 你盡快申請簽證完期 但是因為現時的人多 以及疫情影響 所以你預計你的申請要好幾個月 是比正常萬的 但是如果你告了期 也不用擔心 因為正常來說 你告了期如果不超過90天 你可以交200元罰款 可以配合你的身份 但是如果那90天 就不可以給罰款 要申請一個特別簽證 叫做 TRP Temporary Resonant Permit 這個就可以在網上申請 所以大家都不貪心 因為嚴門局都明白疫情 對大家都有影響 所以他們都會持著一個 很寬容和很諒解的心態 幫你處理案件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Tony你的分享 我是主持人 希望我的訊息能幫助大家 八爪娛樂 和你越白越快樂 搜羅每個星期娛樂圈的新聞 趣聞、八卦消息 保證大家聞所未聞 事不宜遲 立即去片 先見 描述北韓軍官 和韓國裁罰千金的大熱韓劇 《愛的逼降》 編劇《國民原》是來自北韓的脫筆者 劇中情節 大部分都來源於北韓的真實生活 北韓近年開放旅遊 不少人都想著前往這個 世界上最神秘的國家探險 今次不妨由《愛的逼降》出發 看看到北韓旅遊 到底有些甚麼 都想說 劇中男主角 在北韓的酒店房間 售出偷聽起 這種情節去北韓旅遊 其實都會有機會發生的 北韓的輿論管制非常嚴格 就連遊客都不例外 酒店還有軍人把守 遊客不可以擅自出入 雖然有輿論管制 不過就不代表北韓完全阻斷通訊 劇中男主角用的就是 未練北韓的智能手機 不過使用北韓內聯網 一般遊客就沒甚麼機會可以用了 南韓美食的代表 有啤酒炸雞 而北韓的必食推介 就有汽油燒扇杯 這道名賽去旅遊 一定要試 不過大家如果在家裡必約 就不要濟了 小心火燒後院 疫情期間 好多明星都喜歡拍片 和大家分享家居隔離心得 意外令私密的家環境曝光 樂壇天后彭寧 迷想善有溫冬 並且拍片擺上社交媒體分享 這位動靈美魔女 不僅身材令人事務 她在淺水灣的無敵海景豪宅 更加令一班網民大喊 好葡萄啊 阿嬌、鍾欣彤 在家裡拍的運動Vlog 用名牌包包場做Background 非常貴氣 不過一山環有一山高 講到最離地 一定是孫耀威和陳美思的豪宅了 除了空間夠大 還有私家電梯 有錢、任性、佩服、佩服 由美國樂壇天后 Lady Gaga統籌 世界衛生組織 以及全球公民組織 Global Citizen 合辦的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慈善音樂會成為全球熱話 過百位天皇天后級人馬 好似Seline Dion Jennifer Lopez Taylor Swift 香港兩代歌神 張學友、陳奕迅都有參與演出的 不少網民將今次史詩級陣容 和1985年在倫敦溫布里球場 舉行的Live Aid 拯救生命演唱會做對比 當年那場馬拉重式十六個小時的演唱會 皇后樂隊、廣石樂隊、David Bowie 各位殿堂級人馬一起同台演出 目的是為西非饑荒將聞籌集先般 兩場傳奇音樂會 除了陣容同樣聲光響響 其實還有不少淵源 One World慈善音樂會 主辦人Lady Gaga的藝名 出自於皇后樂隊 在Live Aid的表演曲目 Radio Gaga 雖然皇后樂隊已經不能再合體 不過他們的精神 一樣通過後輩傳承到今天 還有歌手 事隔35年再次見證歷史 當中包括Beatles的Paul McCartney 英國歌手Alton John 和一群滾石樂隊的成員 35年又過去 音樂一樣都是這麼振奮人心 時代變 但是愛不變 Together we will win One World One Dream 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 多謝各位歌手 用音樂鼓勵每一個人 Manica 我們都要繼續加油 沒錯 Cynthia 齊心會更美 如果大家都想快點出關 和一群朋友聚一聚 我們就要繼續加油 居家抗疫 為Flighten the Curve出一分力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